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 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 剥落 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扁平的布脑袋 我只好用铅笔 钢笔 彩笔 为它整容 随心所欲的描绘卷取的睫毛 整齐的刘海 鲜红的樱桃小口 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长新 我还搜遍外国的针线框 寻出碎布头 给娃娃做小帽子 做超短裙 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 我的妹妹羡慕极了 她也有一个鸡不成形的小布娃娃 为央求我给她的小布娃娃打扮打扮 妹妹曾主动而勤劳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 结果 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 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 吊在靓衣绳上晃荡 那几天 妹妹畏畏缩缩的像小老鼠一样 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 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 我的小儿子时常把许多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 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导置在沙发上 头朝下 问 妈妈 我今天干什么 小时候 我若也这样问妈妈 她必定估我一巴掌 其实 我记得我们那时总是很忙 却不是忙着做作业 作业当然是要做的 但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 那时节房子少 荒地多 我们捉蝴蝶 捻蜻蜓 挖蚯蚓 钓鱼 喇叭花蕊有蜜之可戳 桑树上可以踩到紫红的桑肾 我们甚至还钻防空洞玩 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 都是我们捉迷藏的大好场所 才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 大约认得十来个字 我就不可一世起来 我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呼唤 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词典 坐在大门铁栏内 像唱歌般的大声读书 过往行人不禁驻足 亚然侧耳 等听清这位小神童 独来独去的都是 上下左右多少 这几个字时 皆无嘴走开 这时我还未上学 却已不满足于妈妈 给扎的两条小辫 于是自己对镜梳妆 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 扎上各色花布条 左顾右盼 觉得自己美极了 我大姨妈和妈妈 相邪下班回来 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挑橡皮筋 满头望国旗飞舞 他们先是前辅后仰 等看清是我 差点被过气去 据说 外祖父生意哼通时 家中有四个丫头 但妈妈每天早上 仍要扫地后才能上学 若扫得不干净 即便走出大门 也仍要被外婆呵斥回来返工 等我刚懂事 我家飞蛋生意收了十几年 家当也告解 且身份是资本家 自然要低头做人 很小 我就自己洗衣服 洗自己的碗 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 建成习惯 譬如洗地板 必用棕毛刷 将每块方砖刷得通红 刷洗完以后 骑在楼梯的扶手上 陶醉半天 犹如现在抄稿子 若有土改 必思去重来 抄必 如同几十年前一样 在自己的劳动成果前 心旷深移 我的玩伴很多 不是现在的孩子 总是被封锁在 各个单元里苦读书 那时的邻居 常常不打招呼 来到厨房 搓一勺盐就走 如果明天突然下雨 说不定回来 就见你晾的床单 已叠好 放在饭桌上了 小孩子更是在各家随意走动 扁头拉 傻呆拉之类的各种绰号 常常一生都蹭不掉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 虽只比我小两岁 却视我为绝对权威 她生性殉良 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 我则屡屡替她出征 大多告捷 有一次 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同学 驻站 我眼见敌不过 就轮起书包 呼呼有声 果然把他们全部下退 从那以后 妹妹学会此招 再不要我护送 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 铅笔 橡皮 小刀四下乱飞 她为这事 不知吃了我妈妈多少巴掌 头还昂着 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 我的小表妹 常来外婆家过周末 夏夜 我们探南风 便铺张主席睡在长廊 我们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 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 然后 用尽丹田之气 鬼哭狼嚎 戈壁 我们立即吱压一声 跳下藤桌 趴在栏杆上往下瞧 鼠鼠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 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 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 在真正的舞台上 泼出风头 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 把嗓子有关 啊 夏天最是快活 夏天有长长的假期 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 度完暑假的孩子 都晒得幽黑 动作更加机灵 突然长高了许多 秋天的南方阳光最浓稠 而且不治人 秋有野餐 秋季运动会陆续举行 冬天也不错 人人想着过春节 新衣服 压碎钱 放鞭炮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在前头等着 冬日的寒风又算得了什么 我害怕春天的梅雨 因为买不起一双小小的雨鞋 于是上学路上 我的小布鞋里就灌满了水 泡着我的脚整整一天 四日上学 鞋子仍是湿的 把脚伸进去时 我总是咬着牙 勤着泪 后来 鞋子改成塑料凉鞋 可仍是又湿又冷 这么多年了 我一到冬末 就开始病态地 数着日子等梅雨 毛衣 被褥 洗了又晒了 梅雨还不来 我就焦灼不安 就像小时丢了东西 回家等妈妈发火 可妈妈脸上却不见动静 害得我做不成作业 眼睛跟着妈妈 在屋子里乱转 所以 无论我那敢时髦的儿子 怎样撅嘴 跺脚抗议 每年雨季来临之前 我都要给他买一双 结实的小雨鞋 感谢观看